他们在后面问 说你回忆一下跟宋宁的故事 我就在这拼命地想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吧 我们除了排练的时候 09年在一起排练的时候 那时候接触多一点 后来大概都是各自忙各的 然后偶尔做节目 几年以后做节目见 然后拍戏见 我们俩上次见应该是 去年在拍电影诗剧的时候 我去客串 但是小婷我特想问你啊 就当年你印象中 你有几次把宋宁给剃掉了 就一次 她是一次 一次吗 但是我没觉得我是在剃掉她 因为我一直是隐形的 好多人也不知道我存在 对 就是比如说你有些时候有事啊 或者有些时候请假呀 其实不是那天休息了 那天我在 对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来 我就要还送您这个情 天哪 对 真的 这个同样都是你演员 每个人进这一行的目的 都想红 都想有机会 这个不可避讳 也不难为情讲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看见宋宁 就是上09年 跟冯国老师上暖冬的时候 剧组通知我说 冯国老师这有一个角色 你来 来演 我说哦 我就去了 然后大概 他就说你排的时间 当时我还在拍戏 说你哪天哪天有时间 我说哦 然后按这条时间 我当时还想 我说那我要不去的时候 人家是不是就休息 就跟你想法 这样是休息 后来几次去了之后 我看到高高的一个女孩子出现了 然后当时好像王瞳也在 我刚才看见他上场 好像王瞳也在 我们都是存在过很久的人 对 然后说这个是冯公老师的学生 我当时还想 我说冯公老师 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学生 哎呀我的天哪 真的 因为那时候贾玲也在 那时候贾玲也在 那时候好像她还没怎么 她主要是贾玲 你是把她作为参照物了吗 贾玲那时候你别说 也挺漂亮的 因为她那时候瘦 瘦 那时候很瘦 没像现在 她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有 我第一次采访贾玲是08年 我觉得她也没有那么瘦 那时候是比我们胖 对对对 但是比她现在瘦 是 起码三四十斤以外 对 你瘦那么多 挺瘦 我还觉得贾玲 就是说身材 不如她这么修长 但是五官还挺好看的 对对对 那五官她现在看 也不是特别难看 对 然后呢你就去了 对去了 然后看到这个宋妮之后 宋妮当时就不讲话 宋妮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一直默默地在旁边 然后呢 对词的时候 她坐在旁边 然后拱哥拿着个剧本 然后对词 然后她坐旁边 就是眼睛直盯着拱哥 然后拱哥突然间 就曾含糊地问 宋妮是这个吗 宋妮就脱口而出地 就把那个正确的词说一遍 她等于还得提词 那个时候我就很心慌 你知道吗 我说这怎么 同样是女演员 我说她在那 我就很不好意思 那后来排练完了之后 排完了之后 行了 她就主动跟宋妮说你记得吗 我说你往哪儿走 我说我带你一下 宋妮说行 那我没开车 特别大 跟萌托说的有点一样 对 就是她占人类车的便宜呢 全国人民都知道 不是 是我占她的便宜 我那时候就特别内疚 我觉得她咋把住的小汤衫 我都得给她送回去 哎呀 真好 对 然后我就觉得 那时候但也没有过多 讲过这个话的 我跟你讲 这是我当年的心理 我就在想 谁不想要这个机会啊 对呀 可是她 她可以不来呀 因为第一没有钱 我又不让我上 我仅仅是您的学生而已 我毕业了 我也可以去不来 也可以不来 但她就是毫无怨言地 在旁边跟着 不讲话 我们去吃饭什么 她也不多话 然后只有对词的时候说 然后在一边 还有点羞涩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像现在 平时底下 对 现在到哪都不害羞了 过了几年了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少女 现在也很少女 对 稍微是 有点少女的感觉 现在不行了 然后那个时候 宋宁很羞涩 我记得我跟宋宁私下 这个一路咱俩开车嘛 就聊一点私生活吧 我就问 我说结没结婚的 有没有宝宝啊 是吧 那时候已经有了 09年有了 我说你真厉害 我说你 在趁着这个空档哈 趁着还没哄 我还没忙的时候 就先把孩子伤了 我说你特别厉害 我说你真有勇气 真有胆量 就把孩子 像我们每天还顾不上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记得 你说要是爆料哈 我那时候记得宋宁就是 宋宁可能 他未必羡慕我上春晚 但我觉得宋宁 宁特别羡慕我一点 你记不记得 当时跟我说 什么 在那个 咱们这不是 在等拱哥来的时候吗 在屋里休息吧 有一两次 都是咱俩在屋里 然后我靠在那 他坐在那 坐在沙发上 然后这样看着我 然后说 你的腿真细 我说对 我说我也挺苦恼的 我说我的腿太细了 也不好看 你得了吗 里面是在服务部 你看我的腿 就这么粗 我就想细点 然后冬天都不敢 咱们都是冬天嘛 我里边还穿得 挺厚的裤子 他说你看穿这么多 都看不出来胖 我什么都不敢穿 我里边只能穿条 我的丝袜还显得腿这么粗 你记得吗 当时 我是一个 其实跟私底下 不太会跟大家 公共感情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说啥好 对 我就觉得女孩子嘛 因为男孩子顶多说 你属于梅花找腿 梅花找腿 对